逛街也没有 去排队看电影也没有 可是你说苦吗 我不觉得苦 因为我们只是在追求 那0.03秒 0.02秒 艺人郭彦均练体育15年 过去曾是跳远选手 还拿下全中运冠军 他也参加拔河队 回想那段日子 真的是辛苦万分 辛苦在于说 没有人看得到你的努力 没有人看到你的付出 可是你的成果跟你的表现 只有那么一瞬间 一个moment而已 maybe一个踏板 maybe一个铭枪开始拉的动作 你的失败代表 你的一切努力是不够的 背后的努力很少被人看见 五点就起床成操 下课后训练到七八点才回家 不只是郭彦均 过往邱泽也是国手 球学过程有18年都在打排球 曾经练到双手是血 冬天就是不夸张 球上会有戏 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个人 哪里破掉 因为你要在地上滚啊翻啊 以电影KANO闯出名号的曹佑宁 同时也是21U世界杯棒球赛的国手 兼具演员和球员的身份 曹佑宁实力遭人质疑 里面经过这么多一些声音 然后到最后我们拿着冠军 对我自己来讲算是压力释放掉了 不喜欢你的人批评你 说不定也会变成是我的动力 体育之路艰辛 身为过来人 郭彦均除了要替南投高中拔河队加油 也要谢谢他们让大家认识台湾 他们让世界看到我们 当他们站上颁奖台的时候 的那个moment 我们全台湾人都会很骄傲 记者黄一文杨齐浩 台北报导 就是我们再看 people wall 老众